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泰国人打招呼的方式 不过除了打招呼之外 每一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 泰国的全国人民都会戴着蜡烛 双手合十走到街上去 不过父亲节这一天 为什么他们要走到街上 而不是有在家里面和父亲共同度过呢 到底泰国的父亲节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 晚上七点钟不到 泰国的街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群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 大家手持一盏蜡烛 高声唱歌 在这一刻 他们借着全国人民齐心的力量 为泰国国王祈福 每一年的十月五日 是泰皇拉玛九世的生日 也是泰国的父亲节 因为对泰国人来说 泰皇就像是他们的父亲一样 爱护他们 守护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因此就将他的生日 定为泰国的父亲节 这一天 街上到处可以看到泰皇的照片 还有大大小小的活动 都是在为泰皇庆祝生日 同时也庆祝父亲节 所以在泰国 父亲节可是很热闹的大节日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路上到处都是黄色的装饰 没错 因为黄色就是泰皇的颜色 所以到了父亲节这一天 很多人都会穿上像张爸爸这样子 黄色的衣服走到街上去 代表对泰皇的尊重 不过除了对泰皇祈福之外 也要感谢父亲这一年来的辛劳 但是在泰北清迈的慈禧学校 在父亲节那一天 他们不用走到街上去 也没有热闹的庆典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徐胜梅 她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那到底他们要怎么样庆祝父亲节呢 很幸福 与其期待的日出 很幸福 有你陪伴的寒暑 往事 再回顾 未来 为了庆祝父亲节 感谢平日辛劳的父亲 清迈慈禧学校 希望孩子们 邀请自己的爸爸 来到学校参与活动 用感恩的心 抚慰这双无微不至 照顾自己的双手 这一天 因为长期在田里劳动 这样人多的场合 对她来说 真的有些不习惯 圣梅难得有机会 仔细地擦拭这双 呵护她长大的双手 摊开外公的掌心 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面 已经布满了岁月的纹路 还有 外公 从未对她 说出口的辛劳 遍美片 牙女 继续 晒 冬振 你 不 有 想 闭嘴 闭嘴 你 心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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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着除草剂 盛眉的外公 俐落地在芭蕉园里面穿梭 瘦肉的外婆 也拿起镰刀 忙着对付蛮生的杂草 今天没有临时工可做 外公和外婆 就到香蕉园里 例行整理 在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可以收拾一下 我可以收拾一下 我要收拾一下 所以我大概一个月 凡个月 有两个月 有100个月 我会在家 我可以收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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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一下 我可以收拾一下 如果跟人家去找他收割 就150元 他就不行了 他收割 海龜 海龜 他有时候会把这些香蕉拿去卖 因为算了一点 辛苦工作一整天 往往只有一两百块的收入 这却是外公和外婆 唯一会的工作 只是零工并不是天天有 因此外婆 也会种种蔬菜水果 然后去市场卖 多少贴补家用 虽然今天没有水果可以卖 但是外公一看到地上 有废弃的竹子 他二话不说 马上准备把他拖回家 当财烧 他俩能省则省 至少全家人煮饭 洗澡的柴火 就不用担心了 然后他会把他拖回家 然后他拖回家 四額是金的分子 只是他们再怎么努力 一个月也只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 但是盛梅的学费 一学期就要八千块 经济压力虽然沉重 但是为了盛梅 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大甲是一户 加上剥的环境 若干什么时间 我们去获得12万 13天到今度已经15岁了 25岁了 15-13天 像看自己的相伴 像看自己的相伴 跟孩子都在一起 跟孩子都在一起 像一样 一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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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一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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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姟妹的爸爸和妈妈离婚后 各自又组了新的家庭 于是 把姟妹交给住在山区的外公外婆照顾 原本生活就很拮据的老人家 却还是一手就接下 抚养他的责任 虽然家里的空间不大 但他们还是别出心裁的 匹了一处供佛桌 因为泰国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早已融入了日常生活理念 也是这一股坚定的信仰 给了外公外婆 努力生活的力量 到下班都要别转饰 - 百年大家一起吃 まで吃糖 你吃饭上了 你吃饭上吃饭的 你吃饭上吃饭 你吃饭上吃饭的 如果你吃饭上吃饭的 你吃饭上吃饭的 薄饭想要 kierbil什么 你吃饭吃什么 你吃饭吃什么 老人家里的心协短吃饭的 你吃饭吃什么 十五岁的盛梅 从小就体弱多病 为了照顾她 外婆到哪里都得带着她 加上外公常到外地打工 盛梅是靠外婆辛苦拉拔长大的 炒蛋配着冷掉的糯米饭 就是今天的晚餐了 能够填饱肚子 全家人相聚在一起 就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只是随着盛梅日渐长大 阿嬷的身体健康却美况愈下 能够填饱肚子的育成功 能够填饱肚子的育成功吗 我們很少地沒有錯地 少地打掃 然後有時候要到地裡面去幫忙 就是種的東西都會他來處理 雖然少了父母的疼愛 但有外公外婆的無私付出 慎美才有今天 他知道自己要趕快長大 變得更加勇敢才行 為了養活慎美 阿公阿嬤全圓無休地到處除草工作 日子過得非常辛苦 難怪慎美希望能夠趕快長大 分擔阿公阿嬤的辛勞 讀書對慎美來講 就是一件得之不易的機會了 而且他所就讀的學校 並不是當地一般的公益學校 而是一所丁丁有名的學校 日子已經過得很辛苦了 為什麼還要堅持讓慎美讀這所學校呢 到底這所學校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凌晨四點鐘 天還沒亮 慎美已經摸黑起床 小心地點燃彩火 準備今天的米飯 為了節省彩火 慎美一次就煮好一整天的白飯 由於太北人家習慣吃蒸糯米飯 這種糯米飯必須經過一天一夜的浸泡 再用慢火蒸煮才好吃 只是柴火慢燒又花時間 因此為了煮飯 慎美都得提早兩三個小時起床 才能趕得及去上學 才能趕得及去上學 就在清麥慈濟學校讀書 今年已經升上了國二 比起不用繳學費的公立學校 這所私立學校的學費 對慎美家來說 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在清麥慈濟學校 原來清麥慈濟學校 最重視學生的禮儀和平德教育 慎美的媽媽知道自己 無法在孩子身邊陪伴她 外公外婆又要忙著工作 因此希望慎美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受教育 請問你媽媽 為何要學校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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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因為我媽媽說 因為學校讀書 不像學校讀書 因為學校讀書 學校讀書 你 snapshots 我對藝術沒有成功 送咖啡 avant 禁止 洗手 洗腹 洗神 萬人依新 洗手 泡茶 都一門學問 但是全泰國 没有一所中学 会将它列入课程当中 因为它不是学科 对升学也没有帮助 不过在慈祭学校 茶道却是重点课程 比如说茶道的部分 我们就会希望孩子懂得 就是跟人家应对进退 就是带人之道这样子 就是对外的部分 那对内部分当然就是 让他学会就是安静 安住下来这样子 那是一个除了 一个带人的礼节之外 那对内的话也是一种 就是让自己心情沉淀的部分 学习从奉一杯茶汤开始 也是学习应对进退的道理 这样的另类课程 让孩子们的心 慢慢变得不一样 市场最后的经浅 要是闭嘴 是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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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闭嘴 不用繁闭 不用担担 有自己工作 需要保留 但是能让我们发现 如何保留 这样保留 生活礼仪就是一种教学 不只外公外婆 感受到盛梅的学习成果 连盛梅自己 也非常以自己的学校为荣呢 指示国的盛梅 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 她的眼界开阔了些 也开始意识到 自己连学费 都快缴不出来的窘境 幸好同学的真心对待和老师不间断地开导 让盛梅学会转换自己的想法 学校也特别同意让盛梅分期付款缴学费 但这学期读完了 下学期的学费却还没有着落 于是盛梅主动提出 不用周末跟着外公去除草 赚取一天 一百五十块的工资 希望至少可以完成中学的课业 是盛梅主动提出 是盛梅主动提出 现实生活的经济困境 让盛梅啊 可能无法读高中 就得先出社会去工作 但是盛梅欧并没有被击败 因为他知道 未来外公外婆会更需要他 我认为要是盛梅主动提出 我认为我是留学人 成年人的育养 我认为是盛梅主动提出 和双生的育养 何人能订为 我认为是感觉 学生的育养 会是我们的心事吗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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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留学人 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认为 就不要押忍了 放学了 外婆一如往常 牵着脚踏车 在校门口等待圣梅 其实从圣梅念小学开始 外婆就常常这样 边骑车边听圣梅聊着 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 这可是圣梅与外婆 最开心的时候了 圣梅渐渐长大以后 偶尔会在半途 和外婆换手 让外婆享受被载的快乐 短短三十分钟的车程 踩过无数个寒暑 未来圣梅会往哪里去 没有人知道 但是相信圣梅 一定能把外婆 平安带回家 就像圣梅说的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 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 但是我们可以 可以选择自己努力的方式 为了完成学业 圣梅不但每天早起 而且到了假日 她要去打工 就是不希望中断学业 我们一起 才为圣梅祝福吧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像圣梅一样努力 好啦 拜拜 这一晚晚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 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守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忽忽 也变成温暖旅途 我喜歡每天都 也许没有 我可以选择自己的嘉静 我可以选择你 我可以选择你